王兴忍不住打断了妈妈的话 妈 您就吹吧 咱中国菜市场的摊位 摆放那么乱 那我走路都能磕肉 别说是一条狗带着您走了 也就是这次通话 让王兴意识到 自己离开的这些年 妈妈一定过得很不容易 为了照顾妈妈 王兴决定回国发展 没想到这一回来 还真看见贝贝领着妈妈去找事了 但王兴不放心贝贝带路 他赶紧套了件衣服跟了出去 谁知道这妈妈和贝贝已经走远了 等他拐过巷子口 才发现妈妈站在一条马路中间 那条马路很窄 公交车马上就要过来了 情况十分危险 说时迟那时快 贝贝一下横在了妈妈跟前 一动不动 直到车过去为止 王兴心里头一阵感动 从那时起 他开始相信 贝贝是有能力保护妈妈的 但真正促使王兴改变自己 每个人站在树下 是妈妈和贝贝 王兴气得责怪妈妈 妈 你说你这雨这么大 你老人家就不能好好在家待着吗 一听出是女儿的声音 妈妈反而笑得像个求表扬的孩子 迅速地把手里的伞 把手里的伞塞给了王兴 说 闺女啊 你上幼儿园那会儿 不是一直念叨着 要妈妈给你送鬼伞呢 你看 现在有了贝贝 妈妈终于能给你送伞了 听了妈妈的话 王兴这鼻子一阵儿酸呐 眼睛不知道怎么着 就湿了 那一瞬间 王兴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也要培养出贝贝这样的导盲犬 让更多的盲人 都能和妈妈一样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也是不希望他 去导盲犬基地工作 就是他总觉得 我妈妈看不见就很不容易 那么多盲人也是 特别需要导盲犬